情 山然泪下的 黯然分离 兜兜转转 浪漫重逢 说不尽的牵挂与思念 都只是要告诉你 相爱就要在一起 请听都市情感小说 倾其所有去爱你 作者隋侯珠 演播 陈哥 从南极回到伦敦 江吉许终于打开手机 接触到很多很多的短信和未接电话 最让他意外的是安美的电话 说 何云结婚了 江吉许问道 何云结婚了 是陆续吗 啊 小江经理 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 我哪里知道啊 我乱猜的 当然不是咱们陆总了 何云嫁的 比陆总还要好 是 是北海实业的老总 老男人 居然娶了离了婚的何云 何云现在真的是飞上天了 当时 何云能坐上北海盛亭副总的位置 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 没想到猫腻那么大 何云现在算是得意了 王可可那剑蹄子也真是够贱的 一口一个何云姐姐 你知道 何云是怎么欺负咱们团队的吗 安美之前的话 将其许都没有什么感觉 何云嫁得如何跟她无关 但是 何云借机整她的团队 她真的感到又气愤又心酸 她深吸一口气 说道 安美 我还有一个半月就回来了 唉 听童李 安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小江经理 要不你回来就辞职吧 上次不是每次的酒店请你去吗 你离开盛亭吧 我跟小郡子都说好了 你走 我们就走 跳槽 江其许一时看不清李毕 或许她回盛亭的确不再合适了 但是如果跳槽了 即使岗位跟之前一样 但是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了 其实 有些事情不用分析也明白 何云嫁给了北海食业最大的老板 何云就是老板娘 不管是陆续 还是安美 只要在北海盛亭工作 就是在何云底下做事 就跟在何云家吃饭是一个道理 这饭能不能吃得香 每个人都清楚 江吉许坐在咖啡店思考了很久 然后浏览何云在发布空间里发的结婚照 新郎果然是北海食业的老板 魏北海 魏北海52岁 年轻的时候做过打火机生意 做打火机出口发了家 直至成立北海食业 他跟前妻育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目前一个在国外读书 一个还在国内就读中学 魏北海的前妻 江吉许在以前年会的时候看到过一面 如果年轻十岁 未必比不上何云 江吉许收起心思 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发现咖啡已经完全凉了 他打开何云发给自己的短信 江经理 我结婚了 欢迎你早日回北海圣庭工作 为圣庭效力 何云这是以主人的姿态 邀请他回北海圣庭了 江吉许用力揉了揉太阳穴 放下手机 暂时不回复短信 或许现在这个格局 他的确是跳槽更好 何云从来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他回去只会被穿小鞋 但是他还在圣庭的团队呢 他们不一定都能跟着他一起跳槽 江吉许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傍晚 季冬婷来学院接江吉许约会 女人脸上挂着闲暇的笑容 头顶有白鸽飞过 他与她说笑 语言灵动幽默 季冬婷很是心动 如果之前的江吉许是静美的月光 现在的她就更像是初晨的曙光 灿烂却不夺目 不过季冬婷还是观察到了江吉许藏在心里的情绪 她试着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啊 刚刚安美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和云结婚了 嫁的是魏北海 我老板的老板 哦 魏北海不是有老婆吗 离婚了 季冬婷痴笑一声 她在魏北海家里吃过一顿饭 还是魏夫人亲自下的厨 如果她没有记错 魏佳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出了国 小女儿在国内读中学 季冬婷淡淡的讽刺道 她疯了吗 季冬婷 言归正传 想了想 说道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利弊 你打算是留 还是走啊 江吉许认真地想了又想 转过头 看向季冬婷 我打算留下 嗯 被我猜中了 的确 要走 也不能这样灰溜溜的走 江吉许被季冬婷说笑了 季冬婷继续说道 至于何云 我猜她的日子并不好过 魏北海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让何云进赌社会的 她可以一时冲昏头脑 但是不会犯下大错 她会提高何云的职位 但是不会给她控股权 你回去之后 我可以把南越的股份 转移部分到你名下 你直接是股东 到时候 你就可以在何云那里 作威作福了 提东婷说得很诱人 但这不是她想要的 江吉许摇了摇头 Kinsley 你不用替我打算 不用 那你怎么打算 何云即使没有实权 但也还是你的老板娘啊 如果我要了你的钱 不是跟何云一样了吗 怎么一样呢 我可比魏北海要帅多了 纪东婷自信满满 表明魏北海跟自己根本没有可比性 江吉许还是拒绝了 纪东婷作罢 她清楚吉许是什么样的性子 张吉许跟其他女人不一样 她说不要是真不要 而不是扭扭念念 希望给自己更多 纪东婷说的 好吧 那我非常期待 我们的江副经理回去之后 如何的长袖善舞 江吉许转开头不理纪东婷 她讨厌纪东婷说成语 总觉得里边透着一股特意的奚落 就在这时 纪东婷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江吉许虽然生气 还是帮她戴上了蓝牙耳机 纪东婷左手从方向盘上下来 拉上江吉许的右手 捏了下手心 然后松开 江吉许被纪东婷这样的小动作 弄得无力招架 心中还存着的气也消了 什么 纪东婷讲起了电话 语气是难以置信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江吉许看向纪东婷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概一分钟之后 纪东婷拿掉蓝牙耳机 对江吉许说道 许许 在我们吃饭之前 可能我要先解决掉一个小小的麻烦 没事 你可以先忙的 好 纪东婷观察了一下路况 调转了车头 又朝着中心商业街开去 十几分钟之后 他把车停在一家皇家酒店门前 江吉许向外面望望 问道 什么事啊 纪东婷有点难以启齿 但是他并不想因为这样的小事而撒谎 他说道 在我去S市之前 我妈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会 现在女方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女儿从台北赶过来 我必须上去见个面 Kinsley 所以你现在是要去相亲 只是见个面而已 见面和相亲有什么不同啊 江吉许沉默了 不料纪东婷更过分的话来了 要不咱们一起去 不去 江吉许转过头 纪东婷把江吉许的脑袋搬过来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我既然好几个月前就答应了这场相亲会 怎么也得上去见个面啊 许许 你不准闹脾气 武器之谈 江吉许摇了摇头 说道 我没有闹脾气 你快点去吧 说不准 还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呢 让她久等可不好哦 纪东婷畅快地笑起来 在江吉许的脸上偷亲了一下 你吃醋的样子还真可爱 这样吧 你在车里面等我 也可以到对面的咖啡屋等我 我保证十五分钟准下来 江吉许点了点头 小说广播畅销书屋 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 两集联播 请继续收听 我爱天心 它让我感受到了春的热物 夏的绚烂 秋的思念 冬的敬意 有四季陪你前行 生活的路多姿多彩 有我们陪你同行 四季的路从容无忧 无论季节如何变换 我们对你的关爱 从未改变 AM666 你耳边的小说广播 拥有品质的故事 给你有品味的生活 在我们的生命中 会出现三种人 陪你去看星星的 带你去摘星星的 还有 为你去摘星星的 他们会在最艰难的时候 为你披荆斩棘 也会在最美丽的年华 和你一起 憧憬美好的未来 不管是哪种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一直都陪在我们的身边 天津小说广播 和你一起 心怀感恩 绽放 精彩 天津力响音 今休七年 左右互搏 中游小城 左手广播 右手网络 进取诸生 远取诸物 天津力响 2015年 独家带你 天津电台 与新浪之间 商业行业广告 台广连动 助力商业 天津力响 如果我的骄傲伤害了你 请你要相信 为了不失去你 我愿意骄傲少一点 爱你 多一点 都市情感小说 亲其所有 去爱你 正在讲述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 季东亭走下了车 江其许按下车窗 目送着季东亭走到皇家酒店的旋转门外 江其许打算合上车窗的时候 季东亭猛地转过身 英俊的男人仿佛用眼神告诉他 不许走 江其许被季东亭弄得不耐烦了 只得朝他点了点头 季东亭这才帅气地转过身 随手递给了带路者一些小费 气场相当的贵胄 江其许闭上眼睛 他和季东亭本就不应该开始的 对于爱情 他有后遗症 即使现在他手上握着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爱情 他的心态还是悲观的 但是已经开始了的话 就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吧 他也不要再微微缩缩 就像享受春光一样 享受这场爱情 没有负担 没有思虑 最后分手也不会遗憾了 至少他曾经和季东亭真心实意地相爱过 江其许虽然这样想 胸口还是有点闷 外面的夜色已经黑下来了 伦敦的彩灯慢慢地点亮了整个城市 他走下车 打算好好地透透气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人流当中飘过来 嘿 吉许 江其许眨得眨眼睛并没有转身 直到他肩膀上多了一只白玉般的手 他猛地转个身 身后的沈航笑了 哼 还真是你 江其许震惊了 你在伦敦 对啊 我不是跟你发过短信吗 沈航笑得很开心 仿佛遇上江其许是上帝给的惊喜一样 他说道 我上次在咖啡厅等了你好久 可惜你一直都没来 哦 我出去玩了 江其许脸上的表情有点僵硬 扯了扯嘴角才自然起来 你来伦敦有事 哼 对啊 购买一份新药的使用权 但是英国人做事就是那么来有效率 十分散漫 同时傲慢又自负 使用权这事拖了好久 还没有定下来呢 嗯 做生意就是这样啊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啊 让人筋疲力尽 沈航的口吻非常随意 他指了指对面的咖啡厅 难得见一面 咱们上去坐一会儿 江其许抬头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皇家酒店 点了下头 纪东亭乘坐电梯上了十六楼的餐厅 推开白色大门 只见金力辉煌的整个餐厅就放着一张数米的长桌 现场除去服务员一共有五个人 女方家三个 另一边是他的母亲和继父Blake 纪东亭走上前一一问候 继母骄傲的看着自己英俊的儿子说道 金子里啊 刚刚我正跟Vivian聊你小时候的趣事 她夸赞你很可爱呢 纪东亭没有回应母亲的话 她的视线落在相亲对象Vivian身上 黑长发娃娃脸 白皮肤 外貌的总体评分是六分 Vivian笑着跟她打招呼 纪先生你好 你好 纪东亭扁了下头 女孩的声音过于甜腻 普通话不标准 三分 Vivian望向继母 笑容浅浅 是不是我们可以点餐了 纪东亭的母亲喜悦的看着纪东亭 当然了 想必大家都饿了 Kinsley 你来帮Vivian点餐好不好 纪东亭点了下头说道 好 等侍者递上来镀金的菜单 她一边点餐 一边询问对方的口味 干净利落的给除自己以外的人都点好了餐 纪东亭的母亲笑眯眯的提醒道 Kinsley 你好像忘了给你自己点餐了 纪东亭和上菜单 目光真诚的从自己母亲扫向对方的父母 抱歉道 顾伯伯 顾伯母 Vivian 你们大老远从台北过来 我理应好好的招待你们 但是我女朋友还在下面等我 今天这顿饭 暂时不能陪你们吃了 从台北市千里迢迢赶过来的Vivian 已经呆住了 同时沉默的还有她的母亲 这 纪东亭说完话 金贵的朝他们点了下头 然后优雅得体的从餐椅上站起来 她临走前还在母亲的脸上吻了一下 妈妈 好好招待他们 纪东亭母亲的嘴巴张成了O型 过了一会儿说了句 Sorry 然后也从餐椅上站起来 追上了纪东亭的脚步 Kindsley 母亲在门外追上了纪东亭 有点生气的说道 我们必须说清楚 怎么了妈妈 儿子 你刚刚也太没有礼貌了 我很生气 我很抱歉 纪东亭低下头 注视着自己体型娇小的母亲 目光非常磊落 可是 我女朋友真的在下面等我 天哪 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的 店明明告诉我 你已经跟曼文分手了呀 哼 那她肯定没有告诉你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灵魂伴侣 纪东亭用英语表达说 我追了她很久 纪东亭的妈妈有点吃惊 重心已经完全搞错了 就是你上次邀请来咱们家里住的那个朋友吗 你居然会追女孩子 天哪 Kissly 你可真是了不起 可以告诉妈妈 她漂亮吗 漂亮 中国人 是的 我喜欢 我喜欢 大眼睛 纪东亭又点了点头 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呀 纪东亭的母亲问个不停 但这些真的是她最关心的问题了 嗯 跟你个子差不多 不过 可能稍微要高一点 她 到我这里 纪东亭稍微的比划了一下 纪母笑得更是合不拢嘴 太棒了 我并不喜欢以后的儿媳妇比我高很多 那样子 我没有办法跟她一起去逛街的 我讨厌那样的感觉 纪东亭表示理解的点了下头 好了妈妈 我要走了 我不能让她等我太久 好吧 Kinsley 这个周末 能带她来见见我吗 嗯 这个 我得先问她 她比较害羞 纪东亭的母亲 同意的点了点头 然后上前抱了抱自己高大英俊的儿子 Kinsley 有时候 你冷梦无情的样子 还真像你去世的父亲 总是让妈妈伤心难过 我甚至可以预感 你是一个有了媳妇 就忘了娘的儿子 纪东亭回报自己的母亲 抱歉 但是儿子长大就是这样 当时 你应该再生个女儿的 混小子 快去吧 记得 别让好女孩伤心 咖啡店里 沈航点了几分将其许读书时代喜欢的甜品 然后背靠着椅子问她 你在伦敦怎么样 还不错 恋爱了 沈航开门见山 他搅动了一下背中的蓝身 提起了照片的事情 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 张吉许有点疑惑 不过并没有问下去 而是从容又自然的点了下头 嗯 是的 恭喜 这段时间很幸福吧 我看你面色很好 嗯 是挺幸福的 张吉许说话习惯谦虚 即使对幸福也是一样 其实这段时间 他可以说是很幸福 嗯 那可真不错 沈航根本没有提那个男人的名字 只是继续地问道 那 他 肯定对你很好吧 张吉许低头抿了下嘴唇 抬眸 看向沈航 笑笑地说 反正 比你之前对我要好 沈航扯了扯唇 嘴角苦涩 其实 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心灵都会变得坚硬起来 像磐石 也像蹭托 铁了心之后 就没有改变的余地 甚至 对于所谓的情爱 都会变得将就敷衍 以及随波助流 但是沈航看着眼前 眉目如画的江吉许 心情开始复杂起来 初恋的感觉 即使不是最深的 也是最真的 深的 也是最真的 深的 也是最真的 深的 也